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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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部作品证明了其实自己还是有演技的 他就是宋切 这部作品中他的表情不再僵硬了 他的哭泣不再出现了 他的语气自然了 做你暴风里的港湾 疲憊后的归宿 希望他能够招准剧本 招准导演向更高的目标前进 谢谢 晚上周末我们就在微信上发起了 最有钳制艺人的评选 结果男艺人方面彭于唱夺冠 女艺人方面李兰迪第一 那么到底我们的选择是什么嘞 有些人虽然暂时不在乎台中央 作品暂时热度比较小 但已经具有了随时爆发的能力 他拥有三百万分思 他拥有清晰的定位 上本年最有潜力奖獲得者是 谁呢 他就是陈哲远 虽然上一期我们曾经说他的广谱台词 需要加强 但盛在演出的作品人设好奇 不管是《鼠山战纪2》还是《亲爱的国族》 特别适合出演中犬型的角色 而且小孩的经济公司 毕竟大公司 自己也表态演技需要进步 这股拼劲我们很欣赏 要想走红啊 我们给出出招啊 就打犬戏男友这一形象 认真挑个好剧本 最好那是青春校园剧 结果肯定打了 咱们走之前 但并不是所有的演员都能遇到一个认真的公司 导致在职业生涯一上来就被烂去坑 钱是挣到了 可口碑人机全都耗没了 所以我们这次要评选出的就是 眼光最需要提高角 上半年坑完观众坑演员的低分电视剧 那可是真没让我们死亡过啊 《魔都风云2.8分》 但周冬宇并没有读位 那是因为他比年度最烂电视剧高了足足0.5分 所以获奖者就是朱燕 彭祥 郭小婷 代表作品 翻拍作品 寻情记 是他们让这部翻拍经典的作品成了他们的黑历史 请他们解交解造大不了从头再来 而在越来越流行比烂的娱乐圈当中 最难得的就是接拍一部好作品 但在上半年还是有人超额完成的任务 所以本次的最佳口碑奖 我们就把奖项颁给柳云龙 年初的风筝是他自导自演的作品 并且一举拿下上半年国产电视剧最高评分8.7 让我们观众明白 哎呀 还是有人在用自己的热血支撑着整个行业的发展的 上半年已经过去了 我们回望过去是为了更好的奇迪未来 2018年已经过去一半 影视剧来说成绩并不理想 但我们还是能够看到越来越多的粗质烂灶被抽穿 明星刷脸和IP剧也越来越难以拿到免死金牌 我们衷心希望影视行业可以在下半年影台爆发 你走的心我们全都能看到 好了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 在你看来上半年印象最深的演员是谁 最爱看的剧是啥 快来给别人安利啊 更多有趣的娱乐资讯 欢迎扫码关注公主号李渔达挺藤666 回复关键字挺藤福利 我们会抽奖送礼物哟 搜索关注李渔达挺藤 节目微博观看节目听藤哥给你一次讲一次 搜索关注李渔达挺藤 节目微信做一个不无趣的人 请藤预告片 没有争辩 不要期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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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见 也想再问一下 你何时会真正的留下 对着时空对话 如果能明白爱的代价 不用知道 对方在哪 对方在哪